多謝主席 尊敬的行政長官閣下 債券市場作為澳門現代金融發展重點 近年來陸續構建債券發行法律法規及監管自認 為澳門發行的債券編配ISIN國際證券識別碼 中央證券托管系統等債券市場的軟硬基礎設施 但現在澳門的債券市場仍然集中在一級市場 二級市場的建設滯後 與此同時 香港 新加坡等國際金融中心 除了都具備完善的市場基建之外 對債券發行人都採取了財政補貼措施 積極推動債券市場的發展 雖然澳門債券市場將會錯維發展 但在基礎設施 交易系統和交易機制 必須達到國際通融的標準 構建包括一級市場 二級市場等多重市場機制 同時 具競爭力的補貼政策 鼓勵發行主體在澳門發行債券 亦有必要 為此 我請問特區政府 是否有計劃推動MCSD系統升級 簡化交易流程 拓展澳門債券的二級市場 完善澳門債券市場的基本功能 特區政府在連接內地和國際投融之端 促進澳門債券市場與國際市場的對接 以吸引更多國際發行者 投資者來澳門發債和投資 由哪些具體的措施 部署和安排呢 參考債券市場的發展經驗 特區政府是否會出台具競爭力的財政補貼政策 以降低企業在澳門發財的成本 多謝主席 多謝長官 請行政長官 多謝主席 多謝葉樹佳委員的有關提問 稅券市場是一家四產業裡面的金融業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剛才你提了有關香港 新加坡等等地方的制度 我們一直都在參考 但你一定要明白 我們行的是成文法 你剛才所說的全部都是普通法 他們可以做了出來先後有問題再去做判例法 所以他們在前一段時間 他們虛擬貨幣也好 什麼他們都可以交易 出來之後有很多問題 再去法院再判 再重新再做一個案例 就是變成一個法律 澳門來說 我們是成文法的地區 所以我們一直在加緊我們有關的政決法的草案 我們已經在業內進行有關的咨詢 因為債券這個方面來說 我們必須要十分謹慎 因為牽連的銀碼是十分之大 我們在2023年底指 我們的債券已經發行了五千七百四十五億 因為這個金額是一個比較大的金額 對澳門這個這麼小的經濟體來說 是一個比較大的金額 我們不可以有任何的閃失 一定要有法律的依據 法律為先 我們寧願慢一點點 但是我們肯定要有法律的基礎 我們去做任何的事 你說二級市場 我們必須在那個政決法那裡完整了之後 我們試試可以去坐入交投 現在我們都是有認可的機構 才可以進行有關的債券的營購和買賣 所以這個我們做金融一定要很清晰這一點 我們可以很快什麼都推 我們什麼都可以接受 這方面我們什麼都可以推 但是後果我們必須要研究好 我們可不可以承擔到這個後果 所以我們如果有法律的 我們有顧問公司幫我們做好有關的橫向對比 和成文科國家我們大家去對比 我去年都率團我們去到盧森堡 我們專門去拜訪 國際上最大的債券有關的機構 我們大家進行有關的交流 為什麼呢 就是我們去學習別人的經驗 希望他們提出好的方式給我們 我們共同去發展 所以這個就是我們現在政府在做 我們去年回來之後 我們一直都在做有關的證券法的工作 所以現在在業界在咨詢 這個社會咨詢很難咨詢 一定是業界專業方面進行有關的咨詢 所以這方面我們會加大這一方面的 加快這方面的咨詢完之後的立法的工作 所以債券來說 你是說得對的 必須要有二級市場等等 去進行有關的 和國際接軌的有關功能 這個我們必須要做 這個我們現在都在做 一直在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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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在提升我們 提升我們 升級我們的版本 第二來說 你說我們關於有關的發行的資金 那個資助 可不可以 我們都有制度的 我們都會有這個方面的制度 但事實來說 我們是 我看到我們的資料來說 我們所有的費用來說 百分之五十是澳門的 百分之五十是外地產生的 很多是要去外地產生的 譬如是外面的律師費用 評級費 審計費 其他費用 百分之五十是別人收了去 不是我們特區政府收的 這個發行費用 其中五十個百分之五十是我們澳門 有所謂的律師費 上市托管費 這些是澳門收的 我們都是有一個制度 現在是有一個賺資助的制度 在這裏 譬如我們國家財政部 已經給了我們 19年到現在 我們已經發行了一百億 各國債 我們在廣東省 又給了我們二十億 在有關綠色債券等等方面 就是一直我們都會在搞 但是今年來說 債券來說 是面對一個新的挑戰 因為內地來說 以前的發債 很多都是城投公司 房地產公司 他們的需求的資金量是比較大 但是現在他們全部都是處於一個 有些經濟危機的問題裏面 就很難再拿到這個有關的發債 他們想發 但是你沒有人夠膽去幫他們發 在這方面來說 我們必須要小心 因為我們剛才說了一條數字 我們已經按到五千七百幾億了 所以不可以有任何限失 我們寧願慢一點 但是我們要做得穩 債券一定要做得穩 因為這個一出問題 對我們澳門是很大的問題 因為我們的經濟 我們的盤太小 我們的盤太小 你是金融專家 你都應該知道 如果一出問題 就是我們好的方面 我們想到這個是發展好的方向 我們必須是 我們定了這個方向 我們要爭取 但是我們一定要評估 萬一有事的時候 是我們的承受能力 這個就是我們現在要做的工作 我們承受到多少 但是因為快了之後 我們這個風險大了很多 就是模擬貨幣 我們虛擬貨幣 虛擬交易 我們是不是立即可以做呢 我法律都沒有 我怎麼去做這些虛擬貨幣的交易 或者虛擬有關的交易 這個我們一定要研究好 法律 我們才可以擺到桌 我們不希望出了問題的時候 就是捉人 去那間公司都走路了 破產美國 這麼大的公司 一樣是 原來也是騙人的 是不是 那個薯條先生那間 是不是 對不對 我們不可以這樣 就是我們一定要有法律為先 我們一定要有法律為先 所以沒有法律基礎裡面的東西 就是他們沒有經過很多的程序去做評估 沒有經過很多程序去做評估 是只會看到好的方面 他們不會評估問題的方面 我們交給別人去評估 是兩個方面都要評估 好的方面對我們的資產有多少 但是不好的方面你可以承受到多少 這個才是我們的重點 我們來報酬的人